只有一个地球 据有幸飞上太空的宇航员介绍 他们在天际遨游时遥望地球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晶莹的球体 上面蓝色和白色的纹痕相互交错 周围裹着一层薄薄的水蓝色沙衣 地球 这位人类的母亲 这个生命的摇篮是那样的美丽壮观 和蔼可亲 但是 在群星璀璨的宇宙中 地球是一个半径约为六千四百千米的星球 同茫茫宇宙相比 地球是渺小的 它只有这么大 不会再长大 地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 拿矿产资源来说 它不是谁的恩赐 而是经过几百万年 甚至几亿年的地质变化 才形成的 地球是无私的 它向人类慷慨地提供矿产资源 但是 如果不加节制地开采 必将加速地球上矿产资源的枯竭 人类生活所需要的水资源 土地资源 生物资源等 本来是可以不断再生 长期给人类做贡献的 但是 因为人们随意毁坏自然资源 不顾后果的滥用化学品 不但是它们不能再生 还造成了一系列生态灾难 给人类生存 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有人会说 宇宙空间不是大的很吗 那里有数不清的星球 在地球资源枯竭的时候 我们不能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吗 科学家已经证明 至少在以地球为中心的 四十万亿千米的范围内 没有适合人类居住的 第二个星球 人类不能指望地球被破坏以后 再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 不错 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设想 例如 在火星或者月球上 建造移民基地 但是 即使这些设想能实现 也是遥远的事情 再说 又有多少人 能够去居住呢 我们这个地球太可爱了 同时 又太容易破碎了 这是宇航员 遨游太空 目睹地球时 发出的感叹 只有一个地球 如果它被破坏了 我们别无去处 如果地球上的各种资源 都枯竭了 我们很难从别的地方 得到补充 我们要精心地保护地球 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 让地球更好地造福于 我们的子孙后代吧 全球全球却